你有沒有碰過什麼怪病 是讓你印象特別深刻的 有齁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一個病 等他出來 有時候真的不能說醫生 醫術啊 或是卻問好 有時候真是有點靠運氣 有時候要看那個病人的運氣好不好 那個年輕人 大概三十幾歲 他第一次來我們計程室的時候 是他在騎腳踏車 騎騎的時候突然去撞牆壁 然後被他旁邊的友人 送到我們醫院來 其實在撞的過程當中 他是昏過去的 但到我們醫院不到五分鐘 他就醒過來了 對我們來講就是一個 撞到之後腦震盪 我們出的判斷就是這樣很簡單 但是我們還是幫他做一個電腦斷層 因為我們怕他有輕微的腦出血 切完之後就沒事 完全都沒事 然後我們就交代他說 回去還是要注意一下 腦出血的症狀 因為我們都知道 有時候狀態會有持發性的腦出血 你現在沒有出血 不代表你明天後天不會出血 我們還是跟他交代說 你如果回去會噁心軟度 投入不劇烈疼痛 還是要回來再切一張電腦斷層 因為現在照沒有 不代表兩天之後沒有 就跟他交代這個 但他突然就問了一句話說 他不曉得為什麼去撞到那個牆壁 我就想說就是你不會騎車 他說他就突然間失去意識這樣子 他說他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怎麼樣撞到牆壁的 我那時候聽說有點怪 但是我們也沒有想到什麼 因為我們覺得有些人他腦在當中 本來就會失去掉一些記憶 我們也沒想到什麼 結果你知道嗎 隔三週之後 他這次騎摩托車 就摔倒 然後這樣騎出去就啪就倒地倒在那邊 又被送我們醫院計程師 這是一樣 那時候我們本來想說 會不會跟三個禮拜的撞到頭有關係 因為我們想說 這個會不會是就真的是腦出血在那邊 然後然後所以造成他意識不是 意識或是平衡感有問題 馬上就再切一張電腦斷層 完全正常 抽抽血也都正常 而且他到我們醫院計程師的時候 他其實就人已經醒過來了 已經醒過來了 也沒有我們只是覺得很怪 怎麼會有人在三個禮拜連續倒兩次 那時候我們就覺得不對了 他平常也沒有高血液也沒有什麼 我們就想說 會不會是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所以這次我們就幫他掛了神經內閣 開始去找了 所以那時候 那個神經內閣就說 我們先掃一下頸動脈 他會不會是說 因為頸動脈有點狹窄啊 造成有時候冠流不足啊 就造成好像中風一樣 突然間失去意識 造超級正常 沒事 可是他畢竟兩次了嘛 你就想說 又有一個比較資深的主意說 會不會是顛肩啊 會不會他是顛肩發作 所以失去意識去撞到 就在想說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還幫他照腦波 照腦波還帶那個腦波 去裡面睡了一個晚上照 可是什麼檢查 通通都沒有事 通通都沒有事 就只能跟他講說 那也只能夠在門診定期追蹤 對 結果後來他交了一個女朋友 他女朋友知道他這兩段的故事 結果後來 大概隔了他六個月七個月之後 有一天他跟女朋友在那個公園 那個椅子上聊天 聊聊聊的時候 他男的頭突然就低下去 怎麼這樣 突然就叫不行 就突然就低下去 可是也沒有打就這樣 軟軟的 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一直叫他 然後叫叫的時候 他說怎麼了 什麼樣子 準備要打119的時候 男的又這樣子 悠悠的又醒過來 然後就說 這幹嘛幹嘛 他說你剛剛就突然間這樣子 這是怎樣 好像昏過去了 對就很怪嘛 然後男的就想說不知道啊 所以他就很怪 當一個人連續兩次相信醫學的時候 他後來去回診 每次那個醫生都跟他說 好像沒什麼 因為沒在發作嘛 就會幹嘛你知道嗎 就會去宮廟 所以這一次他 他跟他有沒有討論之後 他們就去找了好幾家宮廟 找了好幾家 輕輕輕輕 做完之後 隔了半年都沒有在發作 所以這件事情就被他們定調成 就真的是 好像是就是中邪啦 因為最後是靠宮廟 輕輕輕輕輕 他半年都沒發作嘛 這後來也都也都沒事 大家也都忘記這件事情 這後來他男的買了車 載他女朋友 還沒結婚載他女朋友 他開車要開出去的時候 突然間 他要到嘛 突然間男的就好像 不知道幹嘛就劈 倒車直接撞牆壁 然後他女朋友嚇一大跳嘛 就說你幹嘛 就發現男的就趴在那個 又昏了 又昏了一次 就趴在那個方向盤上面 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嚇到這次送醫院 就這次真的運氣很好 這次一抽血 血一樣哦 我們一樣是電腦斷子 什麼整套都做 可是一抽血 他血糖只有三十幾 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現在看起來就是 他是一個低血糖 可是他完全沒有糖尿病 因為他前面幾次 每次昏厥 我們都有測血糖 都沒有測出來任何的問題 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 就這一次不小心一測 就發現他血糖是低的 非常的奇怪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幫他打一些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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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葡萄糖水 當他血糖快就上了 他馬上就就行過來了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年輕人 會低血糖而昏迷 又沒有糖尿病 又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會低血糖 他太奇怪了 所以這次我們去做了 肚子的核子公正 才發現他胰臟長 長了一個四公分的腫瘤 你知道嗎 後來我們去手術 把那個腫瘤切掉之後 才發現他就是賈伯斯得到那個病 他是胰臟裡面長一個 叫做神經內分泌瘤 你看什麼叫神經內分泌瘤 他就有神經的特性 有內分泌的特性 他這個瘤 剛好就是會拼命的分泌胰島素 但是他分泌胰島素很奇怪 他是有時候分泌 有時候不分泌 有時候分泌 有時候不分泌 所以他前面幾次的昏倒 都是因為那個腫瘤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 分泌胰島素 讓他血糖掉下來就昏迷了 可是他到我們醫院的時候 因為中間有一段路程嘛 人底次會自然調節 他血糖又自己回來了 所以我們每次都抓不到 每次都抓不到 沒有人知道那個地方 沒有人會把他那個昏迷 跟那個胰臟長的瘤相關 因為胰臟長腫瘤 誰會知道是會昏迷 大家都是痛啊 黃膽啊 誰會知道是會昏迷 不過他運氣真的很好 因為他看完之後 他追蹤了後來就再也沒有再發作 像賈伯斯 他一發作一被診斷的時候 就已經肝臟轉移了 這個病其實十個有六個 發現的時候都已經是默契 根本就完全都沒辦法再開刀 也沒辦法做什麼 他就真的運氣很好 用好幾次的昏迷 最後終於被我們找到 他原來是胰臟長了一個瘤 所以我才說有點因禍得福 也好險那幾次的昏迷 都沒有造成很大的傷亡 那個病真的是很怪 完全都不是一般的會表現 大家都覺得胰臟長腫瘤 要嘛痛 要嘛防抬 要嘛吃不下 結果他竟然是有昏迷的表現 我就覺得這個運氣也是有點好 那實在就是那一次剛好被抓到 如果那一次 他女朋友晚一點 把他送到我們醫院 他可能血糖又上來了 又找不到了 就只能夠期待下一次的昏迷 能不能抓到 又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運氣也是有點好 嗯哼